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共军机频繁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现象 以及这一行为背后的深层次意图 去年中共军机在这一地区的出入次数超过了130次令市人瞩目 专家指出这不仅仅是空域重叠的问题 更是中韩关系日益紧张的缩影 我们还将关注国台办对赖清德当局的严厉批评 揭示了台湾情报机构背后操控的复杂关系 这场信息战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政治动机与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 此外 中国国防部最近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举动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尽管官方称其为例行军事训练 但这是否真的只是一次简单的演习 各国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局势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争议的时代 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几年 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中共军机频频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据韩联社报道 仅去年 中共军机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次数 就高达130多次 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专家指出 这一现象与中韩两国防空识别区的空域重叠密切相关 同时也反映了两国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防空识别区是国家为了保护其空域安全而设定的区域 任何进入该区域的飞行器都需提前通报并获许可 然而 中共军机频繁闯入这一规则似乎被忽视 专家指出 这不仅是对韩国空域主权的挑战 更是中共对外施压的一种表现 近年来 韩国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多次波动 尤其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两国间的摩擦不断加剧 中共军机频繁出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似乎是在向韩国传达强硬信号 表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 例如 去年秋季一次事件中 一架中共军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韩国空军立即派出战斗机进行拦截 这样的举动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空域安全 更是向外界展示韩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决心和能力 韩国民众对此感到愤怒和不安 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 专家也指出 中共军机频繁出入 可能对韩国的军事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中共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加 韩国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防空策略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 这不仅涉及军事层面的调整 还可能影响两国在经济 外交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 韩国政府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以增强自身防御能力 例如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日益紧密 双方在防空 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 这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共压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共军机频繁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既是中韩关系紧张的体现 也是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的结果 未来 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寻求和平与稳定 将是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对赖清德当局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指出其背后隐藏的阴险动机 朱凤莲提到 台湾的黑客组织匿名者64频繁对大陆进行网络攻击 而这个组织被认为是由台独势力所操控的网军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大陆的挑衅 更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破坏 朱凤莲表示 赖清德当局一方面口口声声 希望两岸和平发展 另一方面却暗中指使台军情机构进行网络攻击 散布谣言 颠倒黑白 这种双面手法让人想起在阳光下微笑 却在背后捅刀的人 他强调赖清德当局的做法 充分暴露了其打着和平幌子 实则谋求台独分裂的虚伪本质 在这场信息战中 民进党当局计划在明年的 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废预算 中大幅增加65% 达到14.9亿新台币 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 民进党企图加大对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操控力度 朱凤莲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这暴露了民进党当局 加码豢扬网军妄图全面操控舆论的野心 在网络上 民进党通过其操控的网军 兴风作浪 打压一己 撕裂社会 制造绿色恐怖 这种恐怖气氛 让许多人感到人心惶惶 社会氛围乌烟瘴 仿佛每个人都生活在无形的监视之下 随时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朱凤莲的发言 不仅是对赖清德当局的指责 更是对台湾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 他提到 祖国完全统一 是历史必然 是大势所趋 任何人和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这一进程 这种坚定信念 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和归属感 在信息爆炸时代 网络成为舆论主战场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信息传播速度都极快 如何在信息海洋中 保持清醒头脑 辨别真伪 成为每个人都需面对的挑战 朱凤莲提醒我们 面对复杂的两岸关系 不能被表面和评索迷惑 更要深入思考背后的真实动机 在这个过程中 民众声音尤为重要 只有每个人都能理性思考 勇敢发声 才能真正推动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正如朱凤莲所说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在另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公海 发射了一枚 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 中国国防部 于9月25日宣布 这一举动 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或特定目标 而是例行军事训练安排 清晨的海面上 火箭在发射台上静静助力 士兵们神情专注 紧张而又兴奋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 火箭瞬间点燃 喷吐出耀眼火焰 轰鸣声震耳欲聋 整个海洋似乎在未知颤动 火箭如同巨龙 直冲云霄 划破宁静天空 向远方目标飞去 中国国防部官方消息称 这次发射发生在早上8时44分 战斗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迅速反应 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虽然发射的弹头是模拟的 但不妨碍其在军事演习中的重要性 每次发射都是对技术 战术和团队协作的全面检验 国际社会对这样的军事演习 往往有不同反应 有人可能会感到紧张 认为这是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理解为 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 中国国防部强调 此次发射是例行性安排 旨在展示其军事能力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目标 这无疑是希望缓解外界紧张情绪 传达出和平信号 回顾历史 军事演习在各国间都是常见现象 无论是美国的环太平洋演习 还是俄罗斯的 西方2021演习 都是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 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中国这次发射 正是其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军事力量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演习 中国希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维护自身利益与安全 在信息化时代 军事演习的消息 往往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社交媒体上 各种评论层出不穷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甚至有人对这一举动 进行解读和分析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或许很难理解 这些复杂军事行动背后的意义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演习和发射 都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未来 随着国际局势变化 各国军事演习和发射活动 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 与促进国际和平间找到平衡 将是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这次周际弹道飞弹发射 虽然是例行军事训练 但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或许 这正是现代军事行动的魅力所在 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 暗流涌动 不然壮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首先 中共军机频繁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这不仅是军事策略的一部分 还是一种国防常态 中国与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确实存在重叠 难免会引发一些摩擦 况且 这些飞行大多数都是例行训练 不应被过度解读为侵略行为 就像唐朝时期的边境巡逻 旨在维护边疆稳定 而非挑衅邻国 哦 楚天书 你真的相信这是例行训练 那是否要我们感谢这些例行训练 让我们韩国空军有更多的实战演练机会 看看历史 墨西哥感受到美国边境巡逻的亲切了吗 更别提每次飞行都得派战斗机拦截 这样的例行不但烧钱还烧心 就像唐僧取经路上遇到妖怪 每次都说是误会 但总有一天会出大事 谢奇奇 冷静一下 你说的这种不安心理 可能更多是被媒体渲染放大的 事实上 防空识别区并不等同于国家领空 进入识别区并非直接侵犯主权 不如看看美苏冷战期间的侦察活动 那一较一个平反 但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 因此 韩国与中国的空中互动应该理性看待 不要动不动就喊狼来了 楚天说 你这话让我想起了二战前夕的绥靖政策 总想着对方会收手 历史告诉我们 总有一些国家会把这种互动当成软弱的信号 韩国民众的愤怒和不安可不是凭空而来 每次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在我们家门口演戏 再说这是例行 怕是说服不了大家 就像你家楼下天天有人遛蒙犬 还说只是狗狗散步 你真的能淡定吗 谢七七 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不妨换个思路 韩国与中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加强沟通 设立更明确的识别区界限 减少误解和冲突 实际上 中韩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有深厚的基础 完全可以通过合作解决矛盾 回想三国时期 孙权、刘备联盟抗曹是不是更有效 与其对立 不如携手 楚天书啊 你这外交辞令听着真是优雅 但现实可没这么简单 合作当然好 但在面对频繁的空中拜访 我们韩国需要更强大的防御措施 就像刘备需要诸葛亮一样 你建议设立更明确的识别区界限 说得轻巧 但中共有可能轻易答应吗 就像你要我家狗狗散步的界限 狗的主人肯定一口回绝 所以韩国必须准备好 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不能寄希望于对方的善意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欢迎订阅